超過100名罷工的工人繼續留守在碼頭抗議 他們又在碼頭主要通道遊行 呼籲開工的工人加入罷工 當他們走到香港貨櫃碼頭公司辦公大樓的時候 高叫口號 要求資方和工會談判加薪 而多個團體包括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和建築地盤職工聯會 亦到場聲援 有學生組織送來物資包括乾糧 為工人打氣 工會表示有30至50名工人 和其中一間外判商達成加薪協議 已經復工 他們會分兩年加薪兩成 工會都體諒這班工友為了投家 和公司的打壓手段非常之厲害 做一些分化手段 我們仍然呼籲這班工友要再次站出來 因為我們要慎防公司 可能工廠完了之後 會有些抽合算帳 或者是拉一派打一派 甚至乎他們的飯碗可能是很有危險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 就呼籲經營碼頭的和記黃報 加入談判 又指責外判商 找不合資格的工人做替工 他不可以亂找工人進來 我們聽到有些工人沒有平安卡 進來碼頭做事 我們也呼籲了勞工署 要求勞工署去執法 而機手更加是 他們一定要有個牌照 才可以操作機 所以這方面更加是 一定是技術工人才可以做 更加令到他們不能替代 工會表示現時有大約350人參與罷工 至碼頭員工兩至三成 相信已經令碼頭運作停頓八至九成 拖延旋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道